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月读叉的活动现场 首先要感谢米谷处最传媒有限公司 和南移动公司 无限冲章出版社 这周大学厅是国际学院学务处 这周大学厅是国际学院社团联合会 以及微博协会对本次活动的鼎励支持 让我们相继于此与银箱面对面 月读叉是米谷月读为初永们量身打造的 品牌 国际品牌 月读叉将会提更多名家大咖 更多热门图书 创作更多原创作品 让月读不再是一件公主的事 大家可以关注月读叉微信公众号 参与银箱活动奖销 购买新版银箱约书籍 或了解更多银箱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 请到了一位数量级的嘉宾 他时刻关注着反显物识和社会热恋 他时刻对日记的节目进行反省反思 他拥有反而自主的记者杨军 他拥有崇高的经文理想和职业道德 作为一名不断兴趣的奋斗者 他的精彩人生足以成为一段传奇的励志人生 作为一名经文工作者 他的节目始终良心着一种人性的光怀 作为一名中国社会最大变迁的见证者 他的职业生涯 继续温情地展现出实在的烙印 他就是央视助理主持人 他就是所有人口中的第八点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这一单老师上台 有请 好 非常烧心有众 有请到我们的金老师 那么金老师今天活动的第一项任务了 就是来朗诵一部作品 但是金老师自己朗读会有一些孤单 所以今天我们同学也提到了三位同学 来和老师一起完成这部副题的朗读 不是孤单 是我两个同学们在一起 我尤其听说这一项人的学生英语策划 所以呢 我们 我们今天看自己的朗读 老师的作品是什么呢 由你们的同学来告诉你们 好 好 我们来有请我们的三位同学上场 有请 好 让我们一起来非常我们老师 金老师和三位同学带给我们朗诵表演 是答案在风中飘扬 请立场 由我们朗诵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报国敌人作诌 大案在风中飘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男人 一个白鸽要飞过多少些大海能在插球暗面 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能被永远遗止 答案是他在风中飘扬 就说了 《How many years among a mountain did it be》 《Before it washed the sea》 《How many years did some people it be》 before they are lost to be free how many times did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ay the answer is going in the way 一座山要助力多少年才能被冲刷入海 一些人要存在多少年才能获得自由 一个人要多少回转过头去 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扬 答案,他在这风中飘扬 答案 12 何时会人偿大目的 How many y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How many deaths will he take unti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is flowing in the wind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望着天空 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神们的呼喊 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 你自己去 我的朋友 在风中逍遥 他在这个风中逍遥 你觉得紧张吗 挺紧张的 但是很开心 对我们真的都是挺紧张 一种紧张的心情里又怀着一种喜悦的心情 好非常感谢我们四位的配合 那么呢相信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都被这篇答案在空空飘扬 全面地性所感染 现在先有请我们三位同学下台收听 等一下 我可以采访他们一下吗 可以 没问题 为什么要把这一集说成好吗 应该要按老师的病度来生 好开心 这个老师真是你更高兴的 这个 我想了一下 好 你知道我的心情吗 开心 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你叫我多自卑才能站在这个台上吗 在英语生这么好的同学 我为什么极力的建议啊 说跟这个学校的同学在英语的时候 我们以试的方式来见面吧 而且呢 我的内心的愿望就是我特别喜欢听英语的 因为我不会 自己没有的会特别喜欢 听说这个学校英语是这个校园的整个优势 于是呢 我给你学校建议 能不能请两个同学 用英语来做 然后找一个太普通话又很好的同学呢 和我合作作为太一方 今天呢 我们与这种面包沉测在大家面前 其实说我们站在这儿 开心是 不是很可惜啊 这首诗怎么能让人开心呢 这首诗 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 我还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的时候 就把我打动了 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他的旋律 也可能是因为他唱的时候 能让身体 而当我知道他的歌词的时候 我又一次被他打动 当我知道他歌词的时候 好像我对这个作者 有更深的理解 其实我们四位 今天以这种方式合作 也是希望和我们台上的同学 有一个顾名 好 谢谢台上的特别同学 希望有好多的同学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希望下台的同学 刚才我们介绍了 一个精彩的小小的老众 下面呢 就让我们 尤其我们的听老师 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演讲 我们的个人演讲时间 可以吗 好 有请您老师 咱们今天交流的观念 可是阅读 对于校园的同学来说 阅读好像是 这不是离祖当然的吗 阅读的机会 不是与生俱来的吗 对于各位同学来说 你们今年刚入学的新生 是1998年出生的吧 是吧 从你们出生 你们耳边 不论是一下导师 老师 就一直在读书读书 各种全学 这会让我们觉得 我们与生俱来 就有阅读的权利 和阅读的机会 在这儿 我想到德大带我的读书经历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遭遇文革 文革 是什么概念呢 对国家来说 它是一场浩劫 是一个悲剧 对个人来说 小学四年级同学 活动再到教室 这对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来说 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当时意味着 真开心啊 阳光灿烂的日 大家看过姜文的电影吗 阳光灿烂的日 但是不上学的时候 孩子 不懂得什么叫 悲剧的孩子的心情 我那时候也是 小学四年级 就没有一个正常的教室了 到了该上中学的年龄 我们也走进了中学 可是我们走到中学的时候 帽子回到了课堂上 可是 我们没有人家喝水 荒唐吗 就这么荒唐 为什么没有教科生 还能叫做上学呢 毕竟不能把这些学龄的孩子 放在校园那里 于是我们勉强地 坐在了教室 没有课本的 课程怎么上呢 我们的宇文老师 就从报纸上找一些社论 给我们讲议论文的写法 找一些通讯 告诉我们继续文 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宇文老师 借着讲毛主席诗词 给我印象的诗词格内 在那样一个年代 能够碰到一位好的宇文老师 是我的信念 他尽其所能 在禁区的边缘 教给我们那些真正的知识 但是课下 我们依然是无疏可谱 我们的眼睛 每天也都看着字 看到什么字呢 墙上的大字包 接上的大标语 写到打倒 刘少奇的时候 还得把那颜色倒过来 把上插 那个时候 我没有感觉到文字是美好的 我只能感觉到文字是一种力量 是怎样一种力量呢 我也说不清 我们的眼睛都看伤了 有一天我的语文老师说 你看过我去那作品吗 我说我一期记得 我小的时候还在文革前 看过一本小的书叫 祝福 第二天 我的语文老师拿来了一本书 用牛皮纸包着书条 封面上没有写着 他悄悄地把这本书给我 说 你看一看这本书 两周以后 你还我的时候 要跟我谈一下 观后感 我悄悄地把这本书拿回家 打开那个牛皮纸的书本一看 这是鲁迅小书题 同学们一句奇怪的 在文革中连鲁迅的作品 都不能看吗 是 鲁迅的作品 我们只能读到八了年 那是作为战斗的匕首来读的 而作为一个文革学家的鲁迅 我们看不到他的享受 我们老师交叉地把这本书 借给过 它是担着一定的风险 当然他也是带着对学生的期待的 这是我第一次好好地看一本小书题 两周以后 我带着一种考试的心情 去还书 我就想老师这样 他会给我提出多少个问题吗 我们老师只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 你最喜欢哪一篇 我说我最喜欢商事 商事是我以前很少看到的 写知识分子 写书生的一个作品 我们老师说 我最喜欢的是一件小事 这就是在内长一座 特殊的岁月 复雷斯特殊的月 再不幸的年代 也会有幸运 我的中学 隔壁就是黑龙江生图书馆 黑龙江生图书馆从文革开始就已经封闭了 如果不封闭 那里面的书都会被国民伤掉 封闭也是一种口味 封闭太久了 那些书在书架上 有的都有可能会粘在这里 于是呢 他就从我们中学找一些学生 去做义务劳动 整理图书 我就特别幸运地 走进了黑龙江生图书馆的书库 当时黑龙江生图书馆 那个地下书库 那个书架景天立地 让我非常震惊 我第一次看到 这么多的唐书 而当我走进那些书架的时候 我就不仅仅是震惊了 我甚至有点害怕 我一看那些书名 这些都是 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军 刷掉的书吗 这不都是那些 这叫做独讨的禁书吗 这些书的书名是什么呢 安娜卡尼娜 战争与和平 简暗 红与黑 同学们可能会说 这样的书 怎么会是独草 怎么会是被批判 被伤掉的 我再一次告诉你 90后的工学们 是 在60年代的后期 在中国 这些书 就是被看成独草 被当作禁书的 所以当我看到 这些书名的时候 我实际上我自己 我能看吗 黑中江省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允许我们同学 每天收工以后 带一辆本书给家 也就是在那样 一个特殊的日子 我们在一种 灰色的 就不公开的 这种环境 每天晚上 翻开举行书 经典就是经典 经典是经历过 全世界人的考验 经过时光的激电 积累下来的 经典在那样一个 特殊的年代 对我这些特殊的读者 产生了强烈的吸引 所以我至今难忘 每天晚上我悄悄 读书时候那种感觉 那是一种悄悄的 又兴奋的 还有这样一个世界啊 还有这么多种 不同的人生啊 还可以这样 去看人看世界吗 可是我们不敢 和其他同学交互 这一切读书行为 都是半公开的 半保密的 我们不敢和别人 公开的谈论这些书 只能悄悄的 去参加义务劳动的同学 好像有一种 心灵神会 我们都看过了 有一天在图书馆的一角 我看到散乱的 堆进堆出各种版本 不像是文学书 你是什么 我走进去一看 是各种各样的画册 打开一看 那是我从来都没有 看到过的作品 我世界知名的油画 版画 素描 照片 速写 教堂上的这个群领画 宗教这台很浓的画 当然 还有裸体画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裸体画的时候 比如说丢塑 素描 我觉得我好像在看罪 我能看 我不该看嘛 就带着这样一种纠结的心情 我还是忍不住 翻开一本本画册 这种吸引 这是人类归宝啊 人类归宝的吸引 是抵抗不住的 每次在 说不没有人的时候 我就悄悄的去看 慢慢的 我把那些画课 好像全都翻过了 忍不住 悄悄的 和我们的几个女生说 那有这些画课 你看到吗 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发现 所有的女生 都悄悄的去看 多清晰 每个女生看的时候 恐怕都有和我类似的心情 我能吗 我不该看吧 我在犯错 甚至 我在犯错 很多年以后 我都忍到中年了 我终于有机会 去巴黎 去罗马 去希腊 在那些艺术电场里 我看到了那些 作品的原作 记得那天我在 一尊雕户面前 觉得特别的熟悉 我想起来 我第一次看到她 就是在 黑中江市图书馆 那个角落里的 诺曼归 在帕克里 我这个时候 唤醒的不仅仅是 视觉的记忆 这个记忆 还有嗅觉 我就好像闻到了 当年 我还在少年的时候 黑中江市图书馆 那种纸张和灰尘 混搭在一起的味道 当然 还有说不清楚的 细节的味道 我一边流泪 一边看着那个雕琐 真的为自己委屈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委屈 这是一代人的委屈 我本该在青春年少的时候 在阳光下 在这有非常正常的神秘心里 走进这些人类规模 不是我呢 在那疏忽的角落里 带着那样一个纠结的心情 黑头的动静 什么叫悲剧啊 每个大悲剧 中间都有个人的悲剧 都有个人难忘的记 所以直到今天我也觉得 读书的机会 不是你去去的 我们可能会碰到 这样一样的麻烦 这样一样的悲剧 我心里的愿望就是 我少年的时候 遇到的这样的情景 再也不要重复 所以我游通的羡慕大家 你们只是可以在阳光下 走进书 走进话 走进文明 这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幸福 我走进已经是校园 尽管短暂的一个中午 已经让我感受到校园独特的气氛 我们学校领导上 到我们的图书馆去看看吧 一说图书馆 我的心情就是 既想往都有困难 所以我在这儿 和大家第一次见面啊 我就很愿意和同学们 就阅读这个话题 谈查我们的不同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 和各位同学最大的不同 就是你们是有选择的 你们可以有各种选择 而我们这一代人 可能更多的是 遇到 遇到 有机缘 有偶然 他远没有选择 他的幸福 也许会心情不必要 也许就会错过 所以在去年我退休的时候 我在想我要写一本书 回复看看自己的职业生涯 为什么要看职业生涯呢 一个人的职业生涯 也许是一个人生命的 华彩略章 是最能做事的年龄 最能为别人 最能为这个社会 做一些事能够体现 自己价值的 这一段时光 我要回头 给自己一个小题 这位书写到一半的时候 我才进行的书名 这个书名就叫 我遇到你 遇到 在我生命的各个阶段 都是遇到 还好 我还在幸运 我还遇到了 我喜欢这些适合的工作 我遇到了 我中海的跨头 我遇到了 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 这是成全记者的 我还遇到了 电视的 从初级到上升到巅峰 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我也遇到了 新媒体来了 对传统媒体的 全方位的冲击 这是在我职业生涯的 最后一期 因为 有了新媒体的到来 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 更为完整 我不但体会了 什么叫职业的高峰 我也体会到了 什么叫后领埋成 各样的希望 在这儿 我真想 我由衷的线路同学们 你们有太多的选择 有个自主的选择以后 你们会有更美的遇到 遇到是一种原分啊 我们今天在这儿 在这个美丽的效应的遇到 就是我们的原分 好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我们金老师的精彩功效 相信在场的朋友已经水手雨量多了 那么现在让我们消失放松一下 请我们金老师坐下来 与我们聊一聊 有请 金老师 非常荣幸 我能够在西亚斯这么美的校园 遇到您 刚才呢 您也谈到了 您的遇到经历 我知道您有一本书也叫 我遇到您 那么能否再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遇到这两个字 对于你来说 有着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呢 刚才我已经跟同学说了 其实我也愿意选择啊 我也愿意选择 只不过是那个时代 不允许我有更多的选择 比如说上学 上学这件事 主要说 各位 你们在参加完考试报志院的时候 面接着那么多的选择 你们是不是也会觉得 我怎么选啊 是吧 我听很多那个 高中的女学啊 准备上大学的时候 我显得非常的那个 显得非常多的迷惑 想纠结 我怎么选的 我每当看到同学 这样子觉得的时候 我就说 真是师妹 你不能不吃火 你们不能选择 做退土壮 是吧 其实我真的 今天选择多的 这个这一代 那你们选择 你喜欢的专业 在校园呢 你们完成自己的 这个 心愿 走出项目的时候 还有很多 你都能选择 有选择 是不是 是一种线索 是吧 那我呢 挺过是 遇到 而已 我跟大家说说 我上学的遇到 我是公共第一学员 文革高考 是否被废止 没有高考 怎么上学呢 就从第一层推荐 推荐上学的这个人 是没有 后来全国提议的 那种高考的 他叫 公共第一学员 他来自 默认同意 建议 我就是从 知青工会 推荐上大学的 推荐 但是很偶然的 我从之内推荐 沈阳语路学校 你可能会说 你这人不报 给你往后全来 自己 没什么 没有什么 今年 这几个民主 在这几个学校 然后我差点 去沈阳语路学校 我就在一样 我说 沈阳语路学校 就成为 一间的一个 女技术员 后来 又一次 就会被推荐 推荐到 大爷迈国语学 我又错误 又失败 我都快绝望了 我在 小森林的深山堂地里 待了四年以后 我一直在想上去 然后一次一次的 失败 我都快绝望了 那时候 为了那些 在1976年 有这样的机会 有人说 你不是这个 你们这个 允许广播站的吗 现在说 电台招呼员 那叫他试试 我去应试的时候 才知道 不是电台 在招呼员 是电台 替 北京广播学院 带张 他替他们进行 画桶前的这个 测试 虽然不考文化 画桶前的能力 还要考一考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世界上还有一个 北京广播学院 这不是选择的 这完全是遇到 我压根的不知道 我也无从做这种选择 没有选择时间长的 会怎样呢 没有想象空间了 背归我 我跟同学们说 你的选择 我更强调的是 你的自主的选择 如果你很多大事 是由别人来决定的 那还不能叫 真正的选择吧 那后来 我还很幸运地 遇到了 北京广播学院 才终于走进了 我喜欢的画家 同时我喜欢的工作 这真是一种 偶然的遇到 所以我这本书想 遇到 一切老师的遇到 我今天全都很精彩 当然 又能在当代的我们 确实有很多的选择 相比老师一下 我们更多的选择 更应该我们去珍惜 那么呢 老师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曾经看到 报导说 你是一个心底特别软的人 因为对坏人 你也会有不忍心的时候 但是作为新闻工作者 心软给你带来了 什么样的境界呢 更准确地说 不是说见到坏人 也会心软 是看到 好人做了坏事的时候 或者 不好不坏的人 做了不应该的事的时候 可能我会 有点心软 我也没有一个 真正的坏人 所以说心软的 还不如说 我承认自己的有限 我要等待 时间的景念 我要留一定的空间 用实时说话 用实时说话 这也不仅仅是 心软的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比方说 很尖锐 很国土 极于 扬大 其实也未必能够 听得住时间的考验 对 我们作为一名 新闻工作者 的确 有很多时候 很多情况 都是我们无法去注意 也无法去选择的 但是 我也听 有人说 你有时 也会有时针的时候 对于性别和年龄 也都会有时针 那么 时针 有时 会影响你的工作吗 这种时针 就像是女生去来的 比如说 我这年龄呢 这性别 就不大在你 这也是我后来的 我不是说年轻的时候 就感觉到 好像我跟别人 有什么不一样 我到后来觉得 我好像 确实没大在意 年龄和性别 这倒有一个好处 当你不在意这个的时候 你就在意了 另外 在意什么呢 可能我更在意的就是 职业感 比如说 我跟白红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我不会因为说 白红 怎么把话说这么到位 是因为他年轻 因为他是一男的 我不会这样想 因为我会怎样想 职业感 太专业了 是吧 他不但敢说 而且非常有很 不但有机型 而且非常有任性 我是把它当成一个职业的 专业的 这样一个同事去看 我到教练广谈的时候 已经四十了 很久 很久我才意识到 就我之后一个同事 怎么没不 没有小十三岁 水晶 什么天永元 都比我比较好 七八岁啊 十来一分 我才意识到 比如说 教练广谈最具匆忙的时候 他们来采访我 做了一个专访 我还挺高兴 我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经济记者 争议到的 鲜眼体会 舆论监督 这是记者多好的感觉啊 然后 做了一个专访 我相信 登出来了以后 这是中国青年报记者 中国青年报 第二天登出来的专访叫做 靳一丹 历史中年 你真的很幽默 是啊 你们再这样提醒我吗 你们是中国的青年报吗 然后后来不久 又得这样砸身之后啊 登出先生啊 这个词目叫 靳一丹与年轮抗争 我什么时候年轮抗争到 我妈妈就没报信 我妈妈就没办意 我四十岁加盟 教练广谈 我也没觉得四十岁 我就不该选择一个 新的决策 我还真从经济节目一下 走到了这些计刑也 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同的事 就是迟针吗 后来做这么多年 临近退休的时候 我觉得我怎么可能 一直停留在 刚到教练广谈的状态了 我也没觉得 退休的时候 这倒是 到了这个年龄嘛 退休了 强制我 一定要遇上年龄 可是我还是没有遇上 前不久 又一个小姑娘 提醒了我 我做飞机的时候 小A 那个 有那个记忆口 然后那个B群 小女孩 丁丁有礼的 看着的声音上说 对不起 1955年出张的人 已经不能做记忆 说跑过去 一定是听说过B群呢 他特别会说话 他没有直接说 60岁了 不能做 紧急出口了 他很难找 1955年出生 好吧 然后我上B群以后 分分不平地 看了看进行出口 看什么人啊 我也没觉得 那个人就比我伸手脚尖 伸了他去 一直说现在 我所有的服势 不管多大 一律都管我叫静大姐 其实我知道 他们管我叫阿姨也是可以的 但是那不老啥呢 一定要叫她 静大姐 我回答真的 让大家找到 一个问题 那这个呢 我还是有一个 想替我们 下一次 比较毕业的 学长姐姐 来提问一个问题 他们马上就毕业了 对未来的职业生涯 更大 感到十分的迷茫 那么在您工作的当中 同时 您应该也遇到过迷茫的时候 是谁将您带出了迷茫 或者是什么 执运了您呢 你迷茫什么时候左右 您走出校门 这是一个迷茫 就算你们将来在职场 就算你们 当时去的 你找到了 合适的位置 也会非常迷茫的 尤其是年轻人 没有迷茫 怎么能叫年轻人呢 今天就是要在迷茫中成长 那你将来走到职场以后 各种各样的迷茫 等着你们 校园相对来说 是最大的成长 是吧 大家带着梦想 走出去的时候 你要随时准备着 咱们一步去打中 好的确 相信金老师的这一方法 也给我们即将毕业的学长 写写一些明确的指示 那么老师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当时您带着一路走来 有成功的喜悦 也有失落的时候 那么这一路走来的时候 是什么 使你坚持下来的呢 一个是喜欢 一个是适合 我们做职业选择的时候 可能做办法 我喜欢干这块 喜欢 不已经能决定我们走多远 适合 可以给我们助力 让我们走更远 其实我 青春年少的时候 也很强调 喜欢 应该说是 慢慢慢慢 你才可以干学道 适合也准备了 那么就像 就像你们都喜欢 南英峰说的 长跑 这是我们在面对 一个职业的时候 需要的准备 准备 准备长跑 那就适合 耐力 任性 是吧 这都是将来 在大家从事 你的职业的时候 想做提醒 好 谢谢老师 同为行业 同一个行业的人 都非常的羡慕您 都说您正好赶上了 电视媒体的 黄基时代 但是同时又在 媒体建国时期 已经退休了 安全着陆 但是对于 媒体的变化与发展 您是对新媒体的前景 是如何看待的 我虽然退休了 但是在退休 前几年遇到了 新媒体的正面冲击 我曾经想 其实我曾经做一个人 我又是个技术嘛 甚至是技术恐惧 这好我怎么看待新媒体 然后 微博来了 在微博之前 我真的有感觉到 正面冲击 微博来的时候 真的感觉到 所以在微博刚刚出现的时候 我就问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 说这个 你们 没看见教典访谈的聚首 没人聚首 就是像这样一个大理堂皇 心中爱心 看 都是看着你 结果长大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们现在还看教典访谈的聚首 还看教典访谈的聚首 也没人聚首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 同学们 谁经常用微博呢 就一里堂的同学 全都举起了手 那手臂就像树林一样 在我们今天举行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们今天怎么办件事 我们明天还有观众吗 所以现在我特别感谢你 感谢当时中央政法大学同学 给我释放的这种信号 我带着这个三个问题 陆续走遍了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的大学 比如说北京 上海 云南 西方 江西 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 文化背景 民族色彩 那么不一样 但是来自大学生的生命是一样 大家给我的回答都是一样 跟又一次印证了那句话 互联网 把一切都送成一样 一样 我非常珍惜 年轻人给我释放的这个信号 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觉得 我们要有自我认识 传统媒体虽然很长时间处于 强识状态 当新媒体上来的时候 所有传统媒体的状态 都在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 是生态变化 革命 颠奋 那么后来呢 我又很 我又觉得很信任 如果一个人的职业生涯 只能体会到上升 那也会远快翻掉 在最后几年 我感觉到新媒体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全世界都有认可的 最大 是吧 那我们在这种力量面前 应该怎样呢 我们从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 每年记者节的论坛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室所的脉筑 每年的论坛都有个主题 去年我们的题目叫什么呢 风动 心不动 这题一听就是白天风起的名字啊 风动 心不动 怎么不动 能力打不动吗 就是因为可能会动 所以才提出心不动 是吧 不动是什么 就媒体人碎骨子里的那种地益 所以说今天你说 安全这个词 对于媒体人来说 没有安全 没有安全 不是有很多都市报 到今年年底 就要告别读者了吧 不是用到这样的词吗 说很多报纸 它的议述和广告是断崖式的象牵 电视呢 是缓慢下降 你说这完全负面的呢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媒体人还在啊 换一种方式 你应该可以重播呀 在融合中 你也可以找到 另外一种生存方式 这种变局 我觉得对于我们在校的 学习闻重播的国学来说 你是面对着 一大堆的问号 而这个问号 我想做同情的时候 不是老师和现在业界的 就是我们这些 已经是电视人 报人的 不是这些人能够一起写的 这个问号是我们一起验罪的 谁来写这个问号 我觉得更多的 还是年轻 你们是网络的援助你们 你们的思维方式 你们的视野 甚至你们 一些惯性 都和老的 传绵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这个问号 同时推到大家面前的时候 我就不指望 别人给我们 一个什么办法 可能你们 是铁这个问号的最有力量的一群 好 老师 刚才说 我看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新媒体 互联网 没错 当现在在场 在做的同情们 都生活在一个 互联网新媒体 十分发达的一个年代 但是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现在当今的 大学生 中学生 阅读能力 书写能力 都在逐渐的下降 针对此现讲 老师 您是怎么看待的 你承认下来吗 我承认 是吗 我不觉得 一定要把 电子化阅读和传统阅读 把它对付起来 我不觉得像这个 最变化阅读 我们也不拒绝 那我们怎么运用这种 最变化阅读呢 没有你的零碎时间 是吧 来做这种 最变化阅读 而你大块的时间 我还得知道 读什么是最值的 好 非常感谢 针老师 对于我所提的问题 接回来 相信大家 也都了解了很多 但是现在呢 我们要把时间 给我们现场的同学 进行我们今天的 现场互动关系 你好 您好 我叫王 我是听我以成功学员 的名字大约的学生 然后我现在 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您一下 就是在当下 许多人都在说 不明要顺倒这个问题 而您正好与之相反 就是面对现在新媒体如此发展 通过 这个境况下 你们 你能给我们这些大学生 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或者学习的建议呢 如果是意味的啊 这句话也许是适用的 很熟的 这也不作为早晚的 是吧 你也可以换一个 输入就是 我同时自己的喜欢工作 是不是要趁早 是吧 让客人都用办法 也是个有意义 你就要比方说 做来上 年龄大改 在做数学上 就可以把以前的一切经历 都看出是能够准备的 我干戒堂的时候 我已经经历了很多 我都不太可能 为一点点上 都受到感觉 所以说 一切经历都不是白搭的 一切经历都是 一种准备的 那从这件来说呢 这也是很好 那也可能是二十多岁人 你忽然间 处于一个位置的时候 那自己的位置 能够看不住啊 所以我回答你的 就能够在这 这个 是不是趁早 这还取决于 一个人的内心的定义 是吧 还取决于一个人的定义 我们第二位同学呢 我想把这个机会 给老师 老师 你来挑一位 想回答问题的同学 可以吗 对一个那个 另一位同学 好对一个 在我们舞台 这首课的定书呢 我是 二十六级 外里面的 唐永鑫 您刚才因为在谈这个预见 我也有一个送风流离 有一次我在那个 我爸书架 在开书的时候 明明很早就决了一本书 你说那本书是叫声音吗 对对 虽然那是 前面是给你观众来信 哦对对对对 就是当时我看了你的书 这首课 罗老师就明白了这个 法律是用来战争邪恶的 是我们维护正义的最好东西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 当大多数人在做 就是看似乎的东西 而我一个人却在败美客户 的时候我这个路 应该是怎样走下去的 这个同学的情感呢 实际上说 实际上我东西就只是听她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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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要我得跟你好 这样 他们当时看了 他们当然说他们一定是 我们吸食困仇 如果没看我没有 那样子你们都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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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沒有交給訪談的時候,輿論監督這個詞,在中國是個深層 是吧,我學習們從來所知道 那94年,當你訪談開國以後,就通過一個一個具體的節目 告訴千家萬戶,走進你們家電視告,你可以這樣說話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實現自己的農民權利 你有真心者,有表達權利,有堅酸權利 今天我們在網絡上更自如地在運用著你監督的權利,影響他的權利 但是,曾經在中國是很缺少天资的 所以,為什麼我很有這個職業的心理,就是我負責同事 在中國之前,曾經缺少天资和聚限提供的 把輿論監督這個詞,由生詞見出實體 有一句話,叫一生因為一世來的 你做了這樣一件事,等到我老的時候回頭看,我自己都會覺得很欣慰 所以,忙忙碌碌碌,總得有一件事 你覺得這件事做了你用 有利 有利 我們一起把輿論監督這個詞 在中國苦極,把它變成一種力量 還有,我剛才聽到的一種聲音 就是我天天看那個觀眾來信 我一看見信心的弄環,我都知道這張信來自哪 給我的教練訪常的來信 所以,弄環會被叫做的長 特別長 越長,越長越長這些角落 某某省,某某縣,某某村,某某村民小組 這樣一些來自角落的戲 如果不是在將這些看法 我怎麼能看法 而我看他們這些戲以後 就是,那些遺憾情 有一種無力感 最初是被期待這種職業的那種自豪感 後來我覺得我無力幫助他們 但是,就像剛才我和同學朗誦那個詩別的一句話 那句話是給打破我 人要多少次扭過頭才能裝作沒有看片 我看著 我聽到那些,我就聽到那些人說 我如果不成功 我就對不起那些拼盡全力才發出聲音的 一些角落裡的 然後我盯上說 於是,我就編了一本書,叫《聲音》 於是這一本書 就收入在他們下 老師我,我想問一下就是 如果以後我自己有這個負貸 我可以把這個負貸貸貸貸 很好 他其實這位好 他其實是這個不只,就是當時我寫的時候 我真的有一個一種意願 留下这本书 一个是我替这些人骂出他们的声音 还有一个 它有一种社会气度功能 我就是想让更年轻的人知道 中国是从那个时候 这样一步一步走来的 作为媒体人 不光是主气度当下 我们也要留有律师 我们的作品可以从一种社会气度 就社会学的意义一样 这是我当时 写这本书的意愿 我今天看到这个以后 我觉得非常有满足感 真的很一百一十多多 关于这个上约同学 很多人都要你 谢谢您 刚才啊 对第二位同学的回答 真的是让所有在场的时候 都感到特别的惊喜 惊讶 那么下面呢 就到我们的福利时间 我们的喜乐环节呢 就稍稍推迟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到了我们福利时间 首先 有请我们老师为我们抽出 八名幸运观众 有请我们的抽展方 上台 有请 好 第九位同学在哪里呢 请起立训议 第三号 记忆观众是 0747 第四位是 0220 0200 0200 您好 请在舞台 左手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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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位是 1035 1035 最后抽起 170 第四位观众是 0917 0977 0977 同学在场 0977 我抽出来 七张啊 请大家移植我 第八张 我想把这本说 作为小康的父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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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0259 好 请小康同学 在我们的舞台后等 等待 现在有请 第一观众上台领奖 可以从我们的第四位 可以留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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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们的粉丝 好 见不着便利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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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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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